诈骗集团手法推陈初心 如今竟然出现配送异常的 假包裹通知单 让人分不清真假 上面除了印有中华邮政标示 还有中华邮政股份邮先公司 以及留下邮务专员的电话号码 实际波打单据上留有的专员电话 已经成了空号 但单据太逼真 民众真的傻傻分不清 看不到出来的差别 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 是本来可能会上当的 这个就是杀骗 事实上还是有方法 能够分辨真位 假邮局通知单位到的上面 没有收集件人姓名 地址 也没有挂号包裹邮件后码 单位的另外一个失联电话 也不会留手机电话 因为说一般民营业子 他比较会讲配送 叫我们邮局的话就写投地 而一般包裹使用的通知单 是红色的这张 大众所认知的绿色单据 是邮件挂号 因此颜色也是分辨的方式 中华邮政也澄清 若是包裹投地不成功 或是邮件不成功 会先联络寄件人 而不是收件人 民众千万不要随便拨通电话 否则可能会被窃取个资 记者联监见过一轩 台北采访后到 我是哈远宇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宇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锁定中视频道